男女相处 一个真正厉害的女人,是不会顺着男人的想法改变而改变的。 她有自己的思想和主见,会为了自己想要做的事情而努力,更不会把所有的重心都放在男人身上。她有自己的思想,有自己的追求,不会迷恋一些不切实际的东西。 小荣与老公结婚后,一直都追求着自己想要做的事情。很多人都觉得,小荣应该帮助老公一起做事业,这样更有助于发展。 可小荣却不那么认为,她觉得自己应该有自己的事业,自己喜欢做的事情,去帮助自己的老公做事业,也并非全是好处。 更多的不好会因为工作上的问题,而影响夫妻感情。 对于小荣来讲,她更不想成为男人的附属品。 她想要有自己的事业,然后在其中发光发热,而且也不会因为事业的问题,影响夫妻间的感情。 于是,她通过一年时间的学习,完成了自己的事业成长期,慢慢地越做越出色,在自己的领域也有了小小的成就。 老公和之前劝她的那些朋友,都投来了异样的眼光。 这就是为什么她坚持自己梦想的原因。 她不现在更成为男人背后的女人,失去自己应有的光芒和光彩。 一、绝不可为了别人的事业,放弃自己的事业。 一个女人,应该有自己的事业,坚持自己的梦想和理想,在自己喜欢的领域做出一番成绩。 这是很多女人都应该有的光环。 一个女人并不需要成为男人的附属品。 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事业,让自己变得更好,成为闪耀的明星。 一个女人有了自己的事业,便会更加的自信,随着时光的流逝,容颜已老。 但你学到的知识却变会,你的事业会是你成长路上的勇气和鼓励,支持着你一步步的攀上巅峰。 二、舍得为自己花钱一个女人结婚后,全顽不能只累了孩子和老公,而忽略了自己的需要。 女人需要装扮自己,让自己看起来美美的,漂漂亮亮的,舍得在自己身上投资的女人,都不会过得太差。 这种投资并非完全是消费和滥用金钱。 比如,你为自己买书,买一身漂亮的衣服,是报名参加一些培训,等等。 总之是为了自己成长的钱,一定不要舍不得花,你今天用出去的钱,将来都会让你赚回来,更是走向成功的阶梯。 三、不要亏待自己的社交一个女人结婚后,你应该保持与从前一样的生活方式。 自己的亲人、朋友,一定不要忘记,要适时地约他们出来见面,多多地联络感情。 结婚后的你,不止别人的妻子,你还是他们的朋友,不要因为结婚就疏远他们,否则当你从心情不好的时候,你发现竟然发现,没有一个可以聊天的对象。 如果你因为事业上的某些事情需要送礼,那么,你也不要吝啬,这些送出去的东西,会让你成功地赚回来,不必太过担心,放手去做吧。 四、在身体健康方面,不亏待自己一个女人,无论是婚前,还是婚后,都应该时刻注意,自己的身体变化,要定期做体检。 不舒服的时候,一定要及时去看医生,时刻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,不要因为工作而放弃了解自己身体状况的机会,更不要为了省钱而放弃体检的机会。 一个女人只有在对自己足够了解的时候,才能做出某些正确的判断,包括身体方面的事情。 女人一定不要在这四个方面亏待自己,你知道了吗? 女人都在对自己身体状况,是什么意思。 女人都在对自己身体状况,才能做出某些语言。 她跟着自己身体状况,是哪里,写人都在对自己身体状况,幸福地状况。 菲莲达马尔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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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